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石狗呆 我是魚乾 那我覺得我現在講話好像變得有點笨笨的 好 但總之就是 我去整齁 其實我也沒有到非常不舒服 因為現在喉嚨癢癢的 然後鼻塞 但其實平常有在過敏的人都知道這樣就是很正常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快篩我也沒有想到 呃 會兩條線什麼什麼的 那現在就是順利的通報了 然後也收到了隔離書了 那既然要隔離在家裡又一個人 那怎麼辦呢 就叫我的朋友來幫我外送啦 所以我就自己隨隨便便的在 朋友之間就隨便說 欸 那你們幫我叫外送好不好 然後就大家都說好啊好啊好啊 然後就有了這一集 所以這個連續七天呢 我都要來吃朋友幫我叫我的外送 然後我現在一樣是168的狀態 所以我就是一天吃這一餐 那今天幫我們送外送的就是我們的Gina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幸福套餐 因為想說 女官一個人待在家裡 免不得胡思亂想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個很幸福的套餐系列 而且我們是自己開車去買的唷 本來還想要買那個 可以一直咀嚼的一些什麼珍奶啊 但是真的很怕它出關之後 就從魚乾變河豚 大肚魚 大肚魚 因為碳酸水 然後還有 兩個血魚相思 像是血魚相思的東西 而且你們看 這樣看這袋子裡面長得超可愛的 而且我那時候有跟他們說一人份 然後這邊有兩個夾心餅兒 然後 是一個看起來超健康的鮭魚餐盒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卡片耶 買了很讚的好東西給你補一補 早日康復內吃飽飽喔 你友善的好鄰居 Gina and Ross 它還有附小卡片 然後這是什麼 檸檬美乃滋 喔!龍蝦! 我看出來這是龍蝦小姐的那個盒子 哇靠! 你們有看到嗎? 好扯! 還有四個泡芙 我怎麼可能吃得完 然後其實知道確診 到現在我最大的擔憂就是 失去味覺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 每天都來吃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來保證自己的味覺還在 喔這好香喔 鮭魚也太大了一片 好好吃喔 喔好吃喔 我的味覺還在 好感動喔 全部吃完冷飯 我隔離完就被大家養的肥肥的 然後它有附一個這個鮭魚籽 現在要把它領到飯上 天啊也太好吃了吧 啊 Gina一下子把這幾天的期待值拉的超高耶 啊啊掉了 太好吃了吧 我們先放在一邊 我們來吃這個龍蝦小姐的龍蝦三明治 看一下啊 乍看會不會以為是草莓麵包 不是耶 是龍蝦耶 來吃一口 太強了各位 這個太強了 它下面的蔬菜是洋蔥蒸 一些芹菜 看我一個人怎麼吃得完啊 而且四顆泡芙耶 我來吃這個這個 這一看呢 就是一個巧克力的 直接咬一口啊 還有嗎 啊很好吃耶 有四顆啊 怎麼吃完 每個都好好吃喔 我們是野菌啊 就讓我慢慢的把它吃完吧 我會努力的 今天是阿靖的 嘿魚乾 你收到我給你的晚餐了嗎 我今天準備的晚餐是我在台中 最喜歡的減脂便當店 因為你確診了 要好好照顧一下你的營養 不能吃太油太鹹太辣 所以呢 我準備的是這個有牛腱肉加雞腿 然後再搭配一張 好喝的綠茶 豐富的營養 豐富的蛋白質 可以讓你快樂的早日康復 好不好 好 大家來休養吧 因為我也是確診超人 現在已經好了 歡迎加入陽過的系列 好好休息 享受你的晚餐吧 抱抱 然後報告一下現在的狀況 現在應該算確診第三天吧 然後我現在是 這邊的耳朵啊 一直有一層被包皮 不是 一直有一種被悶住的感覺 然後這邊還好 這邊比較嚴重 然後整個頭就是因為這樣 就整個被悶住的感覺 喉嚨就是講太多話 就會有點癢 吞口水會卡卡的 其他都還好 我也沒有發燒什麼的 OK 阿晶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個 健康餐盒啦 我們來看一下 喔 竟然還有發票 我們來打開裡面看看 這應該是一個 滷牛腱的健康餐盒 大家也想說就是我現在生病 所以要吃越健康越好 但我自己有一個想法是 生病的時候就是 應該要吃一些讓自己快樂的東西 心裡快樂 你的身體就會更願意復原 歪一隻 喔 這裡是一隻雞腿耶 另外包一隻雞腿 這下面還是這種紫米 我整個就倍健康到了 但我覺得是喜歡吃紫米的 蔥就是全部集中在一塊肉上面 我一次吃 好多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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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吃掉了 我超級討厭便當裡面的這個菜 我覺得吃起來就是不好吃 喔 我真的很怕失去味覺耶 可是因為健康餐普遍 調味都會比較淡一點 所以我不知道我現在吃到的這個清淡感 是來自於健康倉還是來自於確診 來吃一下這個大雞腿 喔 喔 好軟 我以為阿進他會想一些就是再酷炫一點的東西 可見他是真心希望我舒服過完這幾天 所以如果是我點給他的話 我一定不會這麼和善 大家可以去看我點給薇薇的外送 我繼續吃 謝謝阿進 我們期待明天的外送 嗨 這裡是確診的第四天 那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呢覺得喉嚨好痛 但是喝了水然後吃了藥之後就好很多 而且我這幾天都睡不太早 就是我好像都只睡了三四個小時 我就會自己彈起來 就是睡眠時間變得很短 但也有可能跟我吃了維他命C有關 就是我的精神變好 但是耳朵那個悶悶的感覺已經不見了 總之今天要幫我們外送的這個人是 我們遠在美國的第一妹 我們來看看他給我們吃什麼 哈囉 隔離中的魚乾 你好啊 這一次呢 我決定幫魚乾點的是烤鴨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烤鴨 所以我就幫你點烤鴨了 耶 因為魚乾家附近就有很好吃的烤鴨店 所以每次呢 只要我有機會下台中 他們就會叫烤鴨當做午餐或是晚餐 就是為了要讓我吃到好吃的烤鴨 就想說把這個烤鴨也贈送還給你 那希望在80歲之後也能夠去你家吃烤鴨 好 掰掰 祝你健康平安 快快康復囉 首先當然是會有他的再睡五分鐘 啊 這個時候真的是有一個手搖 特別感動 你知道嗎 而且他還有小卡片 你看 他也說做雜日康復 然後這是什麼 鐵觀音歐雷 我的愛 在睡五分鐘裡面我最喜歡的 就是他們的鐵觀音歐雷 跟他們的棉被舞墨綠 我覺得這兩個好好喝喔 這個真的手搖 這個微糖很好喝耶 微糖 味道很濃郁 沒有失去味覺 真是太好了 我們再來看還有什麼 欸 是小鴨片 滴妹很懂耶 滴妹之前每次來台中的時候都是吃烤鴨 因為他也是個烤鴨狂熱者 然後我覺得小鴨片他們的特色就是 他們可以把那個鴨架做成湯 或是爆炒的鴨架 我覺得這個湯超級好喝 這個酸菜鴨架湯真的超讚 這個湯裡面的料 哇 這我可以喝一整天 就這個豆腐也超好吃的 欸天啊 他這次的肉好像很多耶 天啊 一個人吃半隻 太爽了吧 像我是都包小黃瓜的啦 嗯 餅都好了啦 那我一想這蔥怎麼辦 我們來包一個有蔥的好不好 說不定我從此改觀 從此都包蔥 我們的心胸要打開 接受任何的挑戰 這個是初音的蔥吧 就看你了 蔥的麵子都放你身上了 不要讓他們丟臉 我真不行啊 呵呵呵 我不敢要 我真希望這個時候失去味覺 啊啊啊 好吃 好沖 我跟你講我知道 我把蔥放到湯裡 我讓湯去吸收它的這個精華 慢慢成為湯的一部分 這樣我在加熱的時候 欸 這營養也會進到湯裡 而且煮一煮熟的 我搞不好就吃了對不對 先撈一碗湯起來喝 啊太舒服了 而且它這裡面還有這種 寬的冬粉 就你這個吃不飽 吃這個一定飽 而且你看它這個肉 你這個肉這麼多 蛤? 嗯 真的很快樂 我很擔心就是我的朋友們 可能就想說 喔那個他既然生病 就都給他吃健康餐 就像前兩餐一樣 雖然第一餐那個量不太健康 但我跟你講 健康餐雖然健康 但快樂使我更健康 我來單獨吃這一口了 這間的鴨皮不是說烤得非常酥脆 或是怎麼樣 這間的鴨皮不是說烤得非常酥脆 它保留了一些脂肪 是屬於比較Q彈有韌性的那種皮 我覺得這種嚼起來也很有感 當然我也很喜歡吃脆的 但這種包在餅裡吃起來會感覺比較舒服一點 目前我最喜歡的烤鴨是高雄的人屋烤鴨 然後也有很多人推薦我另外一間 但我一直都沒有找到在哪裡 它究竟在哪裡 究竟比人屋烤鴨好吃的烤鴨在哪裡 我出關就去吃 謝謝在美國的滴麵 它那邊是半夜還在幫我醬好吃的東西 真的很感人 而且這個壓價跟那個飲料是分開送來的 再睡五分鐘真的很讚啦好不好 讚爆 買 去買 你們現在暫停 現在去買 買回來繼續看好不好 它是有聲音的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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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今天的喉嚨更痛耶 是說快好的時候喉嚨會比較痛還是怎樣 昨天睡覺的時候很明顯就是它是一直持續的一個痛感在那邊 嚴格來說我已經確診第五天了 我現在什麼感覺都沒有除了喉嚨痛 就連吞口水都會有點刮喉嚨壁的感覺 那總之今天的外送人員是我們的鬍子 哈囉魚乾今天輪到我幫你訂飯啦 那今天好像是你確診的第三天還是第四天喔 那我自己那個時候確診的時候第三天第四天是死去活來啊 那我是不知道你的狀況怎麼樣 但是我猜你現在身體裡面的能量呢 應該主要都要拿去給免疫系統用喔 所以我在想就不要給你的消化系統增加太多負擔 因此呢我訂了一個簡單的粥 就是簡單的補個體力好消化 吃完趕快去睡覺 雖然說你好像沒有什麼太嚴重的症狀 好啦就這樣希望你喜歡 鬍子算是大直男一個吧 所以我其實一看到這個餐點 我就完全可以想像它是為什麼會點 這我們的零五粥鋪的粥 它上面有些翡翠香脂粥 OK就是看起來就是非常清淡的一個粥OK 我有看到它有標註不要蔥花 我覺得這是很貼心的一件事情 給大家看一下喔 燙欸燙 然後裡面就是會有一些雞肉 然後這綠綠的不知道是什麼 還有一些乾燥香菇跟雞蛋 欸我突然覺得超級適合今天吃的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我連喝水都有點刮嗎 這種就是很順的可以下去耶 它是預言家嗎? 啊我知道因為它是羊果 所以它就特別可以理解現在必須要吃粥的這個感覺 到今天發現四天了 真的會送一人份的是阿淨跟胡子 就是直男的想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人份 但是我覺得女生的想法就會說 沒關係你吃不完你就留著之後慢慢吃 所以我覺得 欸突然發現一個這樣的小區別 還蠻可愛的 這就是蠻好吃的喔 我其實很喜歡吃裡面有蛋的粥 我們家以前住香港 就是香港以前大家就會一直去吃那個皮蛋瘦肉粥 或是其他港式的任何一種粥 它就是會做成這樣有蛋 但是廣東粥它的米又更稀一點 就是甚至它可能已經有點像泥巴狀 就是顆粒很小 我就很喜歡裡面有蛋 我就覺得整個粥的那個鮮味都被提起來 而且我覺得這個粥整個鹹度是有耶 因為我剛剛本來想說我要不拿出我的一些泡菜之類的 它有加雞蛋 然後不要重劃 哇很貼心耶 所以我們在這裡感謝胡子 哇這真的是貼心 就是你想到病人 就是你可能會先想到的東西 我剛剛吃完晚餐之後就收到這個區公所的關懷包 我剛剛吃完晚餐之後就收到這個區公所的關懷包 我們順便來開箱一下裡面有什麼 雖然大家這應該都大同調異 台中市政府關懷包 這裡還有一個市長小叮嚀 喔一些傳單 有一包口罩 然後這邊是 兩個快篩 然後裡面全部都吃的 我們拿出來看看好不好 我現在就是直接看到我們的同一面 如果他們可以選擇微粒我會覺得更快樂 高鮮蘇打餅 這是紫米藝人 蛋黃餅 一罐酥泡 然後是 喔 這迷你口樑棒 那是小時候的福利社會有的 還有很多的黑芝麻牛奶燕麥片 然後是什麼 喔福利圈的牛奶餅耶 感覺很棒耶 很像回到了小時候的那個福利社 我覺得重點不在於這個箱子裡面裝什麼 而是就是它會讓你有一種 喔這個地方在支持你的感覺 它把它覺得你會需要的東西給你 你就會覺得 喔它有這一份心意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物質上的關心了 就是讓你有一種 啊有人知道我被灌在這裡的感覺 今天是確診第六天 然後我明後天還在灌兩天 然後今天送外送的是瓜瓜 嗨 今天送餐小片是我 然後我今天準備的是雞湯 那為什麼會選雞湯 是因為我想說 身體虛弱的時候就是要補下 那補一下就會想到要吃雞湯囉 然後另外還點了一些就是他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還準備了一盒水果 希望他可以補充維含糖質素比較好的樣子 那我們就GOGO 先跟大家講一下我今天的狀況 今天起來喉嚨一樣還是很痛 然後今天多的是鼻子這一段啊 就是有一種痛癢感 然後今天的鼻涕比較多 但其實我平常就過敏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現在的狀況是過敏 還是確診 我搞不清楚 然後昨天呢有喉糖之後 我就覺得舒服一點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家裡要備一些 喉酥樂之類的這種藥用的喉糖 會舒服很多 真的 OK 我們來看一下瓜瓜大爺給了什麼 他給了兩袋耶 我們先開這裡 喔 是夢獻居 哇哇哇哇 超多 哇 好棒 好想喝雞湯 然後我幫我買的是蛤蜊雞湯 然後一個雞汁飯 這雞汁飯長得也太像滷肉飯了吧 一個雞汁飯 哇 還有滷蛋 滷蛋含兩顆 太棒了吧 欸我這次隔離在家裡的時候 我還覺得很痛苦 因為家裡沒有蛋 然後這個胡麻水蓮 這我每次都一定會點 然後他們的豆干也超好吃 招牌豆干 在隔離的這段時間呢 我真的覺得有一個儲魚雞超級重要 因為有的時候並不是說 你吃不完浪費食物的那個儲魚怎麼辦 而是說你的殼跟骨頭那些怎麼辦 其實它還是會臭掉啊 所以有個儲魚雞真的是 欸 帶肉蜂 然後這一袋是什麼呢 嗚 有芒果 好感動 是漸層水果盒欸 好美喔 芒果鳳梨蘋果 太幸福了吧 目前為止只要是女生送的分量都超大 龍泉居很棒欸 雖然大家都覺得說龍泉居很普通 但我跟你講就是有的時候你就是會突然很想喝一個熱糖什麼的 我覺得龍泉居就是超讚 哇 蛤蜊雞湯 可以補充很多元氣 而且它的雞腿肉啊就是 也不會柴 很嫩 但我平常其實最喜歡點的是龍泉居的剝皮辣椒雞 它的湯裡面會有淡淡的刺激辛辣感 我覺得那個喝起來好棒 我覺得他們都想到了 如果有吃剝皮辣椒雞的話 可能會對我的喉嚨比較有負擔 所以它就改蛤蜊雞 一方面又可以補精力 一方面又有雞湯的那個精華 我真的很慶幸我到現在沒有失去味覺什麼的 我是幸運的 但是我到今天都還是陽性 好像有點久 想要趕快好起來 所以要多吃一點健康的東西 你們謝謝瓜瓜美尼啦 你們謝謝瓜瓜美尼啦 真的是兼顧健康跟快樂耶 我是健康快樂的孩子 嗨 今天是確診第六天 然後我的喉嚨呢 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了 我這個喉嚨舒服以後呢 我就特想吃辣的 冰的 然後還有炸的 我好想吃 但是大家如果幫我叫外送大家就是 健康路線 然後今天外送的人是瑋瑋 哈囉魚乾 我是負責你第六天的外送小精靈 瑋瑋 我想說既然都已經是第六天了 你的身體應該恢復的七八成有了吧 所以呢我覺得 在這時候滿足你的口腹之語 將會成為你接下來康復的一大助力 所以我決定點了這個呢 是我們每次出去玩有過夜的時候 聽起來怪怪的 反正就是一定都會吃這一間的火鍋 而且我知道你很愛他們家的鴨蟹 希望你可以吃到的時候感覺到非常的幸福 然後呢早日康復之後 我們再一起出去玩 甚至是出國 好啦 愛你 他整個就Gate到我 你知道嗎 我看到外包裝的時候 我這個臉這樣 呃 兩條眼淚流下來 好好醜 然後總之呢 我拿上來給大家看 是老四川 怎麼會 我就剛好今天就特想吃你知道嗎 噢 烏梅汁耶 生驚直渴 哇但這個看起來還是很辣喔 不知道這樣子喉嚨會不會怎麼樣 川味涼粉 獨享鍋 欸他現在有這種喔 我完全不知道老四川現在有這種 欸好酷喔 但是川味涼粉的蔥也太多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什麼 大腸鴨血 加購 麻辣湯 玉米筍 五花牛 欸他看起來超美 啊 看來一個小碗來裝這個醬 喔我超興奮的 看還有兩個油條喔 油條給它先放過來 我這幾天因為確診的關係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多喝水 結果一天竟然可以幹掉兩大罐這個 這樣是4000 我真的超會喝水的 但是因為這樣導致我就超常跑廁所 我大概可以10分鐘15分鐘都跑一次廁所 就是我的代謝變超快 我感覺我的身體的廢物啊 出去的很快 現在起來都變得 喔精神賊好 我先說兩口粉好了 感受一下這個粉 有沒有爽 有沒有爽 這個酸鹹麻的感覺 我真的快忘了你知道嗎 來先來個肥牛 欸麻辣坡是這麼好吃的東西嗎 這麼神之豆皮 我超愛生豆皮的 抓到一塊鴨鞭 各位 我多想念老四川的鴨鞭 我的天啊 好嫩好入味 我找到你的肥腸 啊 他把肥腸煮得軟軟的 嗯 好入味 我跟你講這食慾大開耶 因為我前面就可能因為一直喝水一直喝水 所以我時時刻刻都保持在一個五分飽的狀態 然後要吃東西其實也吃不了太多 哇但是這個辣的 趴進去 我的五分飽直接被附 我真的要狂吃耶 不是芋頭貢丸 我覺得很多人不知道其實我也不喜歡吃芋頭 尤其是鹹的芋頭 你知道我今天心情很好 原本很好 咬了你這一口 我..我.. 我現在突然冷靜下來 嗯? 一些微微啦 臭啊 今天呢 是我們的隔離第七天 然後也就是我確診的 算第八天嗎? 總之就是明天開始呢 應該是可以出去了 然後政府是規定呢 七天之後呢 你就可以出去走走 但是因為我個人呢 是很怕就是可能連累到身邊的朋友 所以我可能也只能出去倒倒垃圾 頂多取個貨這樣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我們今天的壓軸 是我們的菜渣 反正就是它好像都是 這幾天可能要吃比較平淡一點的東西嘛 它就是重感冒什麼的 我來幫它準備一個 不錯的 有頭鞋的 福仙推薦的啦 因為我原本是想說 送了什麼一大堆鮭魚 它應該就會很開心了 但想說 既然福仙介紹了一間很棒的餐酒館 然後裡面有一個 日本跟西式混合的私廚 煮的一個外送套餐 所以我就特地來到這邊爭一下 然後他們現在準備好 然後準備去外送 Yeah 好像有點太多喔 哇這看起來超不得了的啦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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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生魚片蓋飯嗎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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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到底是 等一下 太多了 太多了 這又是什麼 喔這只能金沙什麼雜蝦之類的 還有一個湯 這是什麼 喔這龍蝦湯 這是幹嘛啊 啊這又是什麼 這是一個沾醬 看起來是明太子沙拉醬 喔 而且這個碟子 它是金屬的碟子 我的天啊 這不是店員給錯的嗎 這個我覺得太誇張了 你們有看到嗎 這是一個海鮮麵 然後上面還有這個奇怪的小針筒 然後這個是 這應該是飯 這是一個燉飯嗎 我的天啊還有花瓣 龍蝦干貝燉飯嗎 然後這個是一個炸蝦 沙拉 喔所以這個沙拉應該是給他的 這應該是龍蝦味噌湯 好扯喔 幹嘛 沒有這麼不想輸吧 欸不對這是帝王蟹的殼耶 天啊 然後這是龍蝦的頭 這燙不得了我想先喝一口 它還有一些少許的魚肉在裡面 哇 太鮮了 哇它要把海鮮那個精華都煮進去 先來吃這個麵好了 它的生魚片下面是這個麵 就是很清爽的番茄風味的麵 然後上面就有一些生魚片 啊 生魚片 來吃一下這個海膽 哇這海膽跟鮭魚加在一起 給你們看它這一口 感受一下 我真的很感動 我沒有喪失味覺 欸菜喳很強耶 我本來很害怕 因為菜喳這個人齁 你很難捉摸 為什麼他突然給我一個香菜全餐你知道嗎 而且今天我剛好上片 而且這部片就是我們去吃新竹的那個香菜拉麵 喔喔喔 真的是直接被騙 然後這一餐 我本來預期可能會是一些比較誇張的東西 啊當然這也很誇張 但我本來預期可能是一些就是我不敢吃的東西 結果欸 欸 欸 對我蠻好的嘛 欸還不錯嘛 還是個人 海膽、鮭魚跟干貝 啊 I'm thirsty 欸 喔我覺得我們要稍後一下 因為這邊有個飯 我還是看起來就是龍蝦燉飯 你看那個龍蝦肉什麼意思 整隻 欸它旁邊這個細細的肉都是剃出來的肉耶 還有這種細細的攪的肉 好扯喔 哇 攪的肉跟身體的肉口感完全不一樣 然後這旁邊還有這種煎的干貝 在地獄廚房永遠都做不好的干貝 對 那比起熟的我比較喜歡生的 或是圍圍字卡 這個就裡面都是熟的了 味道會比較濃郁 整隻欸 誰隔離可以吃這麼好啊 而且你知道吃這麼多龍蝦也是會膩 哇 吃龍蝦吃到膩 這隻更大 吃龍蝦吃到膩是什麼奢侈的發言 我覺得有點飽了 太濃郁了啦 我們來吃個雜蝦吧 fresh一下 雜蝦就有點乾乾的了 要加一點它的醬 醬也好濃郁 雜蝦什麼都好濃郁 還是說它是很擔心我味覺有什麼問題 所以要趕快把它換回來 我換回來 我沒有問題啊 我沒有問題 我現在整個放空了你知道 我現在的腦海裡面只有海 呵呵 就那個海 然後裡面有一些帝王蟹啊 龍蝦 在那個海底的石頭間這樣 然後有些干貝的 然後還有一些海膽這樣 我腦海裡面沒別的東西 我就是恐怕被溺死 哈哈哈 太多了 太多了 怎麼會有這種煩惱 好想要有人跟我一起吃 哈哈哈 對不起這我真的沒有辦法 謝謝菜渣啊 真的是感動耶 我保留了滿滿一盒的干貝跟龍蝦肉 這之後拿來炒任何東西都很好吃 不管是炒菜炒蛋炒飯 都可以用 不過我應該是明天就可以出去買蛋 欸明天就可以出去買蛋耶 對耶 好啦今天是我解隔離的第一天 然後我真的是要非常感謝 前面這一整個禮拜照顧我的所有朋友們 真的覺得滿滿的溫暖 然後今天呢就是我自己叫外送的日子 啊 因為我想說解隔離第一天 自己煮也太沒FU了吧 我就點了我最喜歡的微笑咖哩 欸我真的很喜歡 你看那是一個滑蛋 滑蛋一定要吧 因為我花菜不夠 所以我還自己炒了冷凍花椰菜 這是最後了 我也有點感傷 明天就要出去買菜了 但是我自己還是覺得我盡量不要出去好了 畢竟我現在還是陽性 很多人也跟我反映說 喔他們可能到了甚至第14天 或是15天都還是陽性 所以我就覺得 嗯就是我也不想要害到人 所以我就 還是乖乖待在家裡啦 那總之希望這次的影片大家會喜歡 我覺得給朋友叫外送的感覺非常的驚喜 因為你知道其實我每天真的超級無聊 就是我起床然後可能用用電腦 然後可能看看劇 我就沒事做了 所以我每天其實我最期待的就是5點到6點這個期間 我就覺得哇 不知道今天又可以吃到什麼好吃的 或是哇不知道今天的驚喜是什麼 那種期待感可以讓你 對你這一整天充滿了希望 所以如果你也是在隔離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玩玩看 我覺得其實是蠻有趣的 那總之呢就是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請記得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可以按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還可以追蹤我的IG 哼 大家掰掰 這個肉 你看這個肉 你看這個肉很多